那下一個講題是Building tokenized IoT device 然後是由Jolan來分享 他是Flowchain Foundation的Founder 那就請大家歡迎他 大家好 我是Jolan 今天只有30分鐘的時間 然後我的簡報準備了70幾頁 那我的題目是講通證化的IoT硬體 所以我今天是來講故事的 然後把我過去將近一年Flowchain的研發心得 跟大家做一些分享 那我的名字是Jolan Flowchain他基本上是一個給IoT裝置用的 開源的區塊鏈作業系統 我等一下會詳細介紹一下 既然是做開源 當然就要全世界推廣 所以大概從17年開始 在世界各地的Open Source Summit上面 做一些介紹 然後其實 這次不是我第一次來CostCup 我第一次來CostCup是2007年 2007不是2017 那時候我在做一個開源的手機計畫 叫做OpenMocal 這如果有聽過的話應該都是非常資深 那我的專長從Linux Kernel Driver 一直做到Android Framework 就是手機系統 然後 前幾年開始寫Note.js 然後現在又開始做區塊鏈 所以就一直跟著流行 趨勢這樣子 趕流行 我們都知道 像Bitcoin這樣子的 P2P的支付系統 幾個比較重要 而且 值得研究的 主題就是translation 交易 廣播還有時間戳 這個到底跟通證化硬體有什麼關係呢 就請大家稍微 耐心聽我一下講故事 那為什麼IoT 裝置也需要這種 比特幣這種 時間戳 交易 或者是 廣播機 機制的這種技術 等一下我就會揭曉答案 所以以前我就想說 很有趣嘛 現在有一些手機可以把比特幣的節點放進手機 可是我覺得 從技術的觀點去看 值得 商議 因為 第一個比特幣它用的演算法很耗電 所以有學術報告在講 你一個比特幣的translation 會耗掉700千瓦的電 但是呢 10萬個 刷卡交易耗掉的電 也不到200千瓦這樣子 所以我們好像把這個技術放到 IoT裝置裡面去 需要去研究跟討論的 因為功耗問題 還有它的計算能力的問題 這樣子 那 時間戳跟 交易 還有廣播呢 這個通稱 為共識系統 然後我們都知道嘛 共識系統其實 比較知名的就像拜暫停 然後拜暫停它是在幹嘛的 這個我就過去 做了幾年的研究 所以我今天就把我過去 大概兩三年的研究 用15分鐘 講故事的方式 把它整理一下 那大家有沒有聽過那個 CDN 一定都聽過 所以這個問題就不用問了 CDN的用途呢 就是它在全世界各地去做什麼 做Copy 這個叫做replication 那當然目的都很清楚嘛 然後這些技術是在 Web的時代 一直到Cloud的時代去 開發出來的 它去做Catch 然後 衍生到現在的CDN 那更早是Mirror 就是我們可以就近 在 離我們最近的server 去存取資料 我們就不要 舍近求遠嘛 不要跑到很遠的server 去撈資料這樣子 這個就叫做共識系統 很有趣吧 然後我們繼續把它講下去就知道了 那後來因為某種原因呢 科學家開始去研究 Clonic Catch 最知名的就是瀏覽器 我們的瀏覽器可以把一些 像圖片 聲音 影像 這種 很少會改變內容 很少會改變的資料 直接放在什麼地方 放在PC Notebook 手機上面 這個就叫 Connect Catch 那 你在 做Catch的時候需要考慮的當然就是 第一個資料的 那個reliability 我們用中文講就是可信度 因為你那個資料必須要跟server要一致 所以怎麼保持一致 就變成一個很有趣的議題 然後再來就是要很快 很有效率這樣子 那reliability呢 第一個 第一個當然你放在瀏覽器裡面的那些catch跟server要一致 內容要一樣 然後包括他不可以被創改 這個其實30年前就在研究了 除了不可被創改之外的資料也不可以損毀 然後怎麼去判斷server的資料跟client的資料是一致的 包括沒有被改 然後沒有壞掉 這個在 1982年就有人寫論文去提出方案 這個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然後再來 因為 Internet規模越來越大 所以scale 怎麼把它做到更 大範圍的這種技術就開始被提出來 那這些不管是把 資料放在server做catch 全世界server都一分 我就究竟存取 或者是PC越來越多了 Internet時代 PC時代 電腦越來越多了 我就乾脆放一份在本地端 前面叫servercatch 後面叫connectcatch 不管是哪一種技術 其實它的重點只有兩個 第一個 它要保持一份所謂的local copy 然後第二個它要做propagation 就是廣播 server很簡單 我這個server放一份 但是我要把這個server給每個人都一份 這個就叫做廣播propagation 廣播出去 你要確保大家的資料要一致 大家有沒有覺得 好像越聽 越像好像區塊鏈 然後再來 connectcatch的做法也是差不多這樣子 我就不另外多講了 所以不管是server還是connect 你要去做copies 都要確保資料的一致性 所以後來到大概90年代開始 很多論文跟一些教科書上面的那些大人物 就是科學家開始在研究資料的一致性 consistency的問題 所以我怎麼讓 copy 廣播給別人 之後 然後大家確保我們的這一份copy是一致的 local copy 然後把它propagation 它就廣播 廣播給所有的 不管是server或可能那一份把它存起來 之後呢 我們要去確保這個 資料的一致性 那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這個廣播的過程呢 是不可以被中斷的 不可以被打斷的 不可以被破壞的 然後大家都知道以前的物理學家 把那個原子 原子 視為最小單位 就不能夠再切割了 當然後來不是嘛 那因為這個原子不能再切割 所以我們就把很多不能被切割的動作 叫做什麼 叫做atomic operations 所以最古老而且是最簡單的方式就是呢 我們讓這個copy 廣播儲存的過程是不可中斷的 這個就是 第一種transation 叫做atomic transition 我從收到copy之後廣播給大家 然後確認大家的資料是一致的 中間不可以被中斷 這個過程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transation 這個很早就有被定義了 那後來又有 好多不同的這一種 發出transation的方法 當然最早的是atomic operation 這個是不是在很多區塊鏈都有在用 那維持一致性的方式 嚴格上就分三種 第一種是最古老的 剛剛那一種叫做tite consistency 這個是第二種 第二種叫做right consistency 我等一下再講一下這個right consistency的重點是什麼 後來有人發現 有一個Dr. Andrew他是那個exerox 就是那個全錄實驗室 很古老的一個實驗室 他在19 Dr. Andrew在1982年全錄實驗室當研究員的時候 他就發表一篇論文 他說呢 我們以後的電腦會出現一種問題 叫做consistency的問題 什麼叫consistency 就是 我的server發出訊息給所有connect的時候呢 我怎麼確保connect收到的是一樣的 那他就提出一個方法 就是用時間 就比如說我今天發一封email給你們 可是我連續發了兩封 那你們收到的到底是我的第一封email還是第二封 有可能有人第一封email收到了 第二封沒收到 也有可能第一封沒收到 結果收到第二封 結果你們的內容都不一樣 那個 訊息的內容如果是會議紀錄 大家就不會取得共識了 對啊認知就不同了 所以 有一個教授很有名就叫Dr. Lampert 他就說那我們就加時間就好了 所以他就提出一個很簡單的演算法 就是我發送訊息的人 把現在的時間 現在喔 加1秒 當作未來的時間 然後把這個訊息送出去 然後再來收到時間的人 從訊息裡面把時間拿出來 之後呢我把這個訊息的時間跟我收到 這個訊息的時間再把它加1 所以那個時間會一直往後加對不對 就不會有那個時間順序錯亂的問題 這個就叫做Right Consistence 所以第一種是不考慮時間 第二種是考慮時間的 然後這個Dr. Lampert就提到一個重點 他說呢 一致性的重點在於確保 A actually happened before B 就是這個東西一定要在 這個東西之前發生 就是 我都還沒收到信 我都還沒寄出我的信 你們就收到信 那很奇怪 或者是我送出信的時間 是10點10分10秒 可是你們收到信的時間是9點59分59秒 那也很奇怪 所以 插斷一下 所以我說如果今天我把我的 簡報直接改成 Bitcoin網路教學應該也可以 因為 區塊鏈 Bitcoin它的Network 用到其實就是這些技術而已 那Lampert就說那我們就不要用時間 因為時間第一個 他在分散式系統裡面有 如何產生local clock的問題 然後還有時間同步的問題 他就說 他在 80年代的時候就講了 告訴我們說 那你就用hash 用hash的timestamp 用hash指去表示一個時間 那這個不就是 比特幣現在在做的事情嗎 不就是區塊鏈在做的事情嗎 所以他是這樣子就是我的時間一直往後加 然後是用hash的方式去表示 然後讓每個訊息 讓每筆資料 或者說是訊息 是sequence 這樣確保他的一致性 不會被創改 不會被假造 然後後來就有一個人叫 總本充幫他重新整理之後 放了一個字叫做 Bitcoin 然後大家就 說 區塊鏈是一個 很棒也是未來的技術 然後 就興起 一股熱潮了 對不對 所以 這 單純是個人觀點 所以技術還是需要包裝一下 不能埋頭苦幹 所以大家看一下 比特幣的mining就是在做 做什麼 他先產生一個空的訊息 空的 然後把時間搓加進去 用hash的方式產生 這就是礦工在做的事情 比特幣的做法 他是遞減 遞增跟遞減都一樣 因為加跟減其實都是為了確保sequence 是同一件事情 你遞增的話 這個時間會到永遠 遞減的話 這個時間總會有 到零的一天 這個就是比特幣挖礦 Bitcoin會 2300顆全部被mining出來的那一天 所以他是用遞減的方式去表示時間 然後他就把這個空的訊息 放上這個時間之後 給你們去放東西進來 這樣我放進去的東西就可以確保他的一致性 然後還可以做replication 然後不會被篡改 不會破壞 不會壞掉 那等到 這個空的訊息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一個硬碟 然後比如說只有 1MB好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訊息放進去 放好之後呢 這個訊息就要propagation 廣播給所有的人 然後所有的人把它存起來 然後這個訊息就 安全的 就不會被篡改了 然後這個就是 比特幣 的network 在mining 那些礦工在做的事情 如果我們今天把 分散式系統這本教科書 很經典的教科書 我們把封面改成 Bitcoin mining 那門課應該會多100倍的人去選修 以後如果去學校教書 我一定要 做好技術行銷 我就把那個書 的封面改成 Bitcoin mining 應該那個門課一分鐘就會額滿 但是如果我講 分散式系統理論應該沒人想來選修 那 LAMPRO就說 絕對時間不夠安全 所以用hash來表示 所以產生hash的方式就很多 這在crypto 密碼學的領域就很多 那 這些產生hash的演算法 就不外乎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是暴力法 然後第二類是memory heart 第一類是比特幣在用的 第二類就是ethereum在用的 然後再來還有第三類 也蠻多 token在用的 那 總而言之呢 接下來就是 到了大概cloud的時期 因為數據的規模越來越大 對catch的需求越來越多 然後對 安全 對數據不可創改的安全 越來越重視 所以大量去發展consistency的技術 這樣子 然後 再過個五六年就是我們最熟悉的時代 叫做行動通訊時代 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個也是當初我非常好奇 就是在internet PC時代發展出了這一大堆所謂的 分散式系統的技術 我這樣子講比較不吸引人對不對 我把它講說 講成區塊鏈技術好了 那個時候發展了這一大堆區塊鏈技術 把它放進手機可以嗎 就是把前面那些PC啊 server在用的軟體啊 全部塞到手機就好了嘛 這個事情不是很簡單嘛 Porting進去嘛 Close compile就好了嘛 從X86轉成AMM而已 好像事情沒有想像那麼簡單 這個我先打個溫號把它跳過 我比較感興趣的是這個地方 IoT的時代 那我如果把這些技術 再全部Porting到IoT裝置 像我們的手錶 健康裝置 Wearable那個都是IoT裝置 有那麼簡單嗎 Close compile就好了 然後就塞進去了 就結案了 好像也不是那麼的簡單 沒關係那個故事還沒有結束 所以後來 Consistency的技術開始發展 可是大家聽一聽啊 Pite consistency好像很弱嘛對不對 Right consistency一直延伸到後來的 Street consistency 都是比較strong的 就是比較強健一點的 但是呢 我們的 Close時代用的 Consistency的技術 Consistency的技術 還是以第一代Kite為主 原因是因為 有一些Consistency的演算法 在分散式系統上面是無法實作的 必須要是 必須要是什麼 必須要是單機 它沒有辦法用在真正的 分散式系統上面 是 超級無敵難實作的 那這段時間呢 有很多不同的 Consistency的技術被提出來 我就全部把它跳過了 等一下會 講一個很有趣的 然後到了行動通訊時代呢 Mobile Computing 有 非常古老的 BiU 還有像 這個是一種 Server cache的技術 持續被延用 到了行動通訊時代呢 我們這些Consistency的技術 還要考慮很多其他的 技術議題 像無線網路 無線網路這個是 在IoT上最難解決的 這個也是 Flochain我們花了將近三年 兩年多 兩年半的 時間跟一些硬體廠 合作 到現在還沒有 完整解決的一個問題 我講一個例子 很簡單的scenario 如果你們把手機 當作IoT裝置 那個手機是不會永遠在線上的 他又不是PC插個Cable不會斷線 他會斷線 而且還有基地台轉移的問題 他會漫遊 那很多IoT他用藍牙 用802.11用WiFi 他可能天氣不好啊 還是什麼原因就斷線了 所以這些IoT裝置 跟PC 跟PC不一樣 PC你可以把它視為是永遠在線上不會斷的 可是IoT跟手機是一樣 他會隨時斷線重連 然後過去我們在 Internet時代開發的那一些 Consistency的技術 通通沒有考慮到這個 沒有考慮到手機跟IoT 所以我們以前做的實驗 1000個IoT裝置 大家有興趣可以來我們辦公室看 那個實驗裝置還在那邊 已經變成我們的紀念品了 等一下要跟你們講為什麼 那我們就1000個裝置 開始去模擬 只要大概40到50個裝置 斷線重連 這個 網路就會崩潰了 這個Consistency 這個catch 就會非常慢非常慢 原因是因為以前那些演算法 從來沒有考慮到這種現象 那這種IoT裝置或手機不斷 去斷線重連的這個現象叫做Chung C-H-U-R-N 最早是Berkeley在研究的 但是到目前都還沒有很好的解決方案 所以我覺得我不應該做這種技術的 因為我們做 開公司就是要做Solution 這個比較適合學校的研究題目 拿去寫論文 但是就是 頭洗下去了還是把它洗乾淨 應該會在 明年底之前把這個 問題把它解決掉 Consistency 1982年 我提到那個Dr. Andrew 他很有名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他 他在全錄實驗室 提出一個叫做葡萄藤作業系統 葡萄藤系統 葡萄藤系統就是 我要一大堆Server 一大堆Connect 然後當我這些Server呢 同時發出訊息給Connect的時候 Connect收到的訊息是一致性的 然後他把Server分兩類 第一類叫RegistrationServer 第二類叫MessgServer 那RegistrationServer有一個類型很有名 叫做MailServer 所以像MailServer FTP 還有更早一些Gopher 一直到我們現在的WebServer 都統稱為RegistrationServer 那到底有什麼問題 這個作業系統 這個網路架構叫做葡萄藤 後來被改名成是分三式系統 比較容易懂 這個分三式系統 或我們講葡萄藤系統 它最大的問題就是在於 它的訊息 廣播出去之後呢 怎麼確保大家收到的是一樣的 就是我從Email 這個現在很簡單 我機封EmailCC給100個人 就這樣 100個人都收到了嗎 如果有一個人沒收到怎麼辦 這種問題在1982年是很困擾 這個資訊科學家的 所以我們今天用手機 然後用Gmail 然後發個信CC給100個人 好像很簡單 花了20年的時間克服的關鍵技術 這個就叫做分三式系統 這個就是葡萄藤問題 葡萄藤問題的解決方式 很簡單 就是一個口訣而已 葡萄藤問題的解決方式就是 Read your rights 這樣子 就今天我要 寫一筆資料 比如說發送一封Email 那個Email server retration server 不可以直接把它送出去 抱歉是不行的 他要幹嘛 他要先存起來 然後呢 廣播給大家 廣播給所有server 然後我要確保所有server都收到一樣的資料 然後這個server才能夠再把它送出去給connect 超簡單的嘛對不對 這個就是比特幣網路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寄一封Email 到server 這個server會先存起來 存起來之後 做propogation 然後大家確定所有的 全世界的Email server 確定這個資料 一致性之後 你們才會收到信 那如果這個 propogation 俗稱共識 這個共識失敗了 比如說這個 Email 給其他的50台server 那50台server 惡意把它改掉的話 你們就收不到信 這個就是葡萄藤問題的解決方案 Read your rights 先local copy 再廣播 再把它發送給connect 而不是 forward 不是你寄給server 之後server直接把它forward出去 所以好像在上那個計算機概論一樣 這個就是 後來比較重視的 然後我們現在的手機很簡單 是我們跟server同步 不是server跟我們同步 這個就叫connect sentry consistence 是我們去跟server同步啊 就我手機有照片要備份什麼備份 跟server同步嘛 所以其實是以我的手機為中心 connect sentry 以前是我的 PC 比如說我的Email 是server把資料丟給我 是他來幫我同步 那現在是反過來 是資料以手機 以裝置為主這樣子 概括來說就是這樣子 那 遇到的一些困難 大致上是這樣 然後後來就有人提出 什麼投票的方法 我就不多說了 所以時至今日 我們所看到的consistency的演算法 居然這麼多 拜暫庭 POS 大家最常聽的 Prop work 還有投票的 最後那個就是投票式的 就不足以講解了 到了區塊鏈的時代又出現 Proof of work Proof of stake 其實 Internet時代我們一直在講的consistency 那個就統稱為敗暫停共識 所以那個是很早就有了 那一樣的問題 我想把這一大堆技術 放進IoT裝置 可行嗎 或怎麼放 這就是我過去兩三年 特別感興趣的地方 那回過頭來講一些簡單的摘要 第一個就是耗電問題 第二個就是 有沒有晶片的問題 像那個 Share 256 這種 Hash 都要用ASIC去做 那你的IoT裝置 需不需要這個 如果你用memory hard 那個就是靠CPU跟GPU來做的 你的IoT裝置難不成要很強的CPU 很大的記憶體 Memory hard就是 他在記憶體塞一大堆垃圾 然後去酸垃圾 然後讓很快的電腦變得很慢 因為這樣子就大家一樣慢 就不會有所謂的算力不平均的問題 就是牛車去拉法拉利跑的這種意思 這個就是Memory hard的演算法的特性 那他的 特性是需要很大量的記憶體 所以怎麼看好像都沒辦法 把這些技術放進IoT裝置 然後再來又有我講到的Trum的問題 他那個連線很複雜 因為隨時連線隨時斷開就算了 如果你1000個裝置連到Hub 甚至P2P互相連線 那個Connection是很難維護 而且非常多 我們還要去計算Connection的複雜度 這個就是Connection複雜度的統計表 上面那個全部都是傳統的敗戰艇共識 80年代就有了 然後這個是他所需的網路頻寬 的複雜度 這個是用什麼呢 用Connection去計算的 還有包括他的時間複雜度 我們要找的是BO1 理想上是BO1的算法 就算不是BO1你也要是一個 LOGN BOLOGN 然後這個看一看好像 都不太對勁 如果今天有一個老師課堂小考 挑一個適合給IoT裝置用的 Consistency演算法 你只要考卷是空白的就100分 因為上面沒有一個是試用 那我把它Mapping一下 我現在區塊鏈有分四大類 什麼供鏈失鏈 Permission的跟Permission Leaks 不同的 區塊鏈譬如說公有鏈然後不需要權限的 像比特幣這個是Propriet Permission Leaks 不同類型的Blockchain的網路 它適用不同的Consistence的演算法 共識算法 大概是這樣子 但是還是一樣 我們把它 整個寫下來包括它的歷史時間軸 你看從70年代開始發展 之後 似乎沒有一個真的是適合IoT裝置用的 所以你說區塊鏈在IoT上面的應用我覺得 還是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那為什麼我會去做這個題目呢 第一個 可能選錯題目 選了一個要做5年10年的題目 這個不太對勁 但是作為一個熱愛技術的人 這條路是很有趣的 它不適合做START 第二個 我的想法很簡單 我現在回來解釋 為什麼我想把這個 分散式網路把這個公司算法搬進IoT 因為你這個資料可以得到一致性 然後可以很安全 可以保障它的security 保障它的privacy 之後可以做很多應用 這樣子 那我就跟我一個朋友把這個想法寫成白皮書了 這個白皮書是2018年發表的 如果我的IoT裝置都可以確保這個資料 Consistency 而且是security 很安全的 甚至是可以確認來源 就是實名制的資料 然後呢 它是可以確保個人隱私 這個裝置本身會很有價值 這個價值在經濟學上叫做 Easternality 大家有聽過 沒聽過對不對 有聽過 我舉個例子 如果今天我有一支手錶 拿去拍賣可以賣多少錢 不知道 那如果是周杰倫帶過 而且可以證明了 拿去拍賣呢 對不對 這個就叫做Easternality 你們的手機 裡面放的資料 這個就叫做Easternality 如果我是很有名的攝影師 我的手機被拖了裡面的照片 是無價之寶 那個都是很有價值的 這個叫做Easternality 所以 我覺得IoT的重點 不在於連線 不在於硬體 不在於技術 在於上面的Data 所以才想要去做這樣子的技術 那Nokia也在做 Sorry 這個是Erison Sony Erison也在做 他把這個技術叫 Incraft Technologies 那如果你的IoT裝置可以 很安全 然後可以實名 反正就是上述講的那一下 那堆技術特性都解決了 它可以用在很多領域 包括 IoT支付 IoT支付需要你的硬體能夠10米 然後傳輸要安全 之類的 所以我做 IoT區塊鏈 其實是為了想要結合Fintech 把它結合IoT支付這樣子 那這個技術 Visa也在做 Visa也發了自己的Token 在做類似的技術 而且它跟Tesla合作 現在你把Tesla開到麥當勞門口 就付錢付完了 就這麼簡單 車子幫你付錢 這個就是IoT Payment最好的應用 那這些都是IoT Payment 所需的一些關鍵技術 Flochain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上述講的公司算法 似乎都不太合用 時間戳是非常難以解決的問題 那我的方法很簡單 我用現有的 區塊鏈網路 比如說Bitcoin Bitcoin或Etherian 由Bitcoin或Etherian 去提供IoT裝置 時間戳這樣子 因為你的IoT裝置 自己沒辦法去算Hash 別人算來給你用就好了 這個就叫做混合鏈 所以外面 會有一個Etherian 或是Bitcoin 或者其他算力很強的 Bletcher Network 然後你的IoT裝置在裡面 他就把時間戳傳遞進來 給那些IoT裝置去用就好了 這個技術就叫做PPKI 概念很簡單嘛對不對 我當初也覺得好像蠻簡單的 對於一個 很會寫程式的人來講 不是什麼大問題 後來才發現是個大問題 目前進度70%左右 還有一些關鍵的地方沒有解決 所以我就用 Etherian 這種 Public blockchain 去廣播時間戳給所有的IoT裝置使用 試圖可以解決第一個問題 當然你的IoT裝置就需要一個OS 這個就是Flochain作業系統 這個是它的架構 上面有顏色的地方都是 Etherian的Protocol 所以這些IoT裝置 IoT你可以把它當作是私有鏈 Private 然後它透過 Etherian的Protocol 去搜取Etherian幫你計算好的時間戳 包括其他的資訊 時間戳只是一個例子 這樣子 然後目前這個 Proof of Concept都做完了 都可以用了 但是離產品化還有一小段距離這樣子 那我就 不多做解釋了 有沒有人在做類似的東西 有 Hyperledger 今年 今年有一個新的計畫叫做Beiru 也在做類似的技術 但是我們兩個其實是差很多的 Beiru是比 Beiru的架構是適合用在Enterprise Flochain是用在IoT Beiru的話 它可以支援Permission 跟Permission Leaks Flochain就是只做Permission Leaks 就是你不會想要 公司一年如果出貨 一億台IoT裝置 你會不會想要在一億台裝置裡面放Public Key或Private Key 或放CA評證 聽到了就覺得很 不用睡覺的感覺 所以怎麼去修改並且把那些演算法放到適合IoT的場景 大概就是紅色的三塊領域 Flochain 有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性叫即時 因為時間關係我不多說 目前已經結合一個叫IPFS的網路可以去做儲存 分散式儲存 既然有IPF IPFS為什麼要Flochain 是因為Flochain可以確保所有Trunk IPFS的數據 那個切片的 安全性 一致性 而且可以達到 Near Real Time 近乎即時 那Real Time的傳輸是2025年前 最重要的應用 就像我們看影片一樣 這個不用講都知道 IPFS是把檔案切割 切割之後這個叫Trunk 每個Trunk都有自己的Hash 那我怎麼讓IoT裝置的串流可以 以Trunk的形式儲存到IPFS 還可以確保剛剛講那一大堆安全等問題 這個是已經解決了 而且本來產品今年上半年要上市 但是因為 遇到疫情的關係 很多 大公司的project 或是採購都停止了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 計畫放到下半年 目前看起來可能要延到明年初了 我們用Flochain跟IPFS 做了一個虛擬儲存的裝置 目標超簡單的 大家有沒有聽過施酉雲 買一台NAS在家裡可以錄電視 像QNAP做的那種產品 我的企圖就是要取代這樣子的產品 詳細的細節 過一陣子會慢慢釋出 那這個部分就不多說了 2018年有做了一個概念產品 已經做好主機板了 那可能明年會上市吧 然後還有這個 這是今年做的 這個什麼東西呢 這個就是我講IoT裝置 你把它插到電腦上 然後就可以當作容量無限大的隨身碟 那我可以把資料拉進去 存 上面沒有Flash 所以它存在什麼地方 那我存到全世界的分三式網路 需要確保我的資料安全 對不對 它就透過Flochain去做這樣子 所以我張照片拉進去 會存在哪邊 可能存在你們的手機 但是你們是看不到它的 它會把它碎片化 然後用 各種 非常先進的區塊鏈技術去做 那這個可以講大聲一點 小聲一點講就是這些技術都是 沒有學問的老技術 過去30年都有 都是教科書等級的 我們只是在把它拿來做一個整合 這樣子而已 我覺得 我用 大概30秒做一下總結 我覺得 研究很有 很有意思 因為 一旦深入去這種 區塊鏈的核心技術研究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它幾乎100%所有你 正在研究的技術都是過去30年被出版 不管是教科書或者是論文這樣子 對這 我的心得很簡單 就是一切都是老技術 然後 我想要這樣子 我想要把 Flochain的這個 PPKI的認證 演算法 提交到Hyperledger 成為Hyperledger Flavery跟Beiru的一個模組 應該今年年底會開始做 所以不會去做Solution 而是把貢獻到Hyperledger 這樣大家就可以拿去做Solution 這樣子 如果各位對 這個計劃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找我或者是 關注一下 Flochain的網站 我想要做一個 全新的嘗試 今天先賣個館子 就是用Token付薪水 大概就是這樣子 謝謝大家的時間 謝謝大家的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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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的評論